我们浩德,因为以前有一个进出口银行,一个洋处长,现在当经理 他就是很会问,所以帮助浩德,这个缺嫌都能够 一方面知道问题所在,一方面知道答案所在,这容易进步 不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问,问题也不知道在哪里 问都不知道问了,怎么会有答案 所以或许都鼓励人家要不要问,因为或许坚固那个 就是想问也找不到人问,问了也没有答案 那一种情形,而且还蛮久的,很久的时间都这样 所以,越努力修道的人,问题越多 他没有问题,表示你没有在修 所以我就问,你们有问题了,都没在修 你没修就没问题了,有修就有问题 修道的人,你就会遇到挫折,遇到困扰,遇到贫固 那个,这样对呢,这样对呢,这样对呢 他没有人问,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困扰 就想说,有一个来问都好 或许就经过那个劫柴 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说,以后一定要给人家问 都没有人问,都没有人问 所以修道要思义啊,依法不依人 依义啊不依余,依字啊不依事 依了义啊不依不了义 我们不要当乖乖牌 人们怎么把我们带,我们就怎么走 人们都要把我们带你们带来 好啦,我们大家来,有传 我们都这样喔 有传啦,大家来,都有传 修道不是这样的喔 一定要认理,事到则进啊,非到则退 这个,我们要知道说 名分啊,名啊有高低 名有不一样,佛心都是一样的 那个是职者守在不同而已 他是典完师,是讲师,是谈主,是办事人员 是一般道亲,名称不同而已 佛心都一样的 所以喔,他在办的时候啊 我们尊称他的一个职位 并不是他就高高在上 我们要了解到,老建都时常讲喔 典完师喔,典到的时候啊,才是典完师 一典完的报,典完道里喔 跟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没有不同的喔 不要说喔,就一定要人家奉顺你 这个会得罪人啊 不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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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